老婆, 你知道嗎? 我自己覺得我很幸福 因為可以娶一個這麼好的老婆 真的? 當然, 不僅是我說的 本集資也是這麼說的 怎麼說? 她問你知不知道 英文老婆怎麼喘呢? 又不容易就是W-I-F-E, Wife 沒錯, W就是Wapping I就是Ring, F就是Good 就是說你又幫我洗衣服 又幫我燙衣服, 又幫我煮東西給我吃 不過你只做了一件事 對, 留了一個E 我是不是有什麼做得不好? 你沒事做得不好 只不過E是Entertainment 如果你陪我看笑口常開 這樣你就做齊了所有事 一個百分之一百的Wife 對了, 做了 女兒, 走 你是不是老闆, 現在還變輕傷體 我不進去 如果你真的這麼嚇壞 你又隔不下去很痛 來了, 坐… 不好意思, 我們多遲一點 不要緊…來, 嘗試我介紹一下吧 你好, 我叫Chris 我叫Apple 還有我們 我叫我們 My name is Baby 你好, 我叫Cinderella 我叫Dolly Yes 你不是說跟我的兄弟 兄弟, 這麼多兒子跟我的女兒生的 叔叔, 你不是吧 香港的女兒多過男兒子, 當然要爭 來, 喝茶, 喝茶 來, 香港人, 別鬆爭 慢慢來… 早前有調查顯示 香港人口男女比例, 陰性陽衰 很多要求高的女士 找不到合適的結婚對象 部分人更加擔心自己 嫁不出要孤獨中老 不過各位姐妹不要悲心 幸福是要自己爭取的, 努力 幸好有你知, 究竟是怎樣 下一位, 朱小姐, 到你了 到我了? 請坐…謝謝… 請你談談 你做你終身伴侶的要求 其實我的要求不是很高 第一, 最重要是她事業有成 第二, 最重要是學力要比我高 第三, 要溫柔體貼對我 第四, 要有車有樓比我 第五, 一定要英俊 如果不英俊, 怎能扯得下 我這些要求是不是很難找呢 不難找 你看看這五個適不適合你 這麼多個? 他們每個都只有一個條件適合我 怎麼嫁呢? 你要求這麼高, 加五個適合 請坐… 你一定要幫我們找到好老公的 一定要是香港人 我明白了 現在香港的女生也有你們同一個問題 你知道香港的男生很喜歡 是想在大陸娶老婆的嘛 現在上面的女生的水準也不差的 那我們就沒有希望… 那又不是 只要你報讀速速駕速成班 我就保證你很快就嫁得出… 速速駕速成班 學什麼? 學普通話, 還有學溫柔體貼 那就能教到香港人了 最重要就是教你搬上去大陸 這樣你們學足了大陸的女生的好東西 我就保證你一定嫁得香港男人了 好… 你有沒有搞錯? 幾十歲的人煎蛋也煎了你 黑的黑的, 以後怎麼嫁人呢? 你幹什麼? 叫你遲在這裡剁菜? 這樣怎麼會有人要你呢? 沒人要就沒人要, 黑的 作死, 衝進我的胸部 你們倆再嫁不出去, 明天煎糕了 你肯定想弄壞燥頭嗎? 不把這條燥頭弄壞, 怎麼救我和姐姐的煎 小姐, 這裡能介紹的男生 全部都有差不多的水準 你看看, 陳生就是牙醫 黃先生就是建築師 這個銀行經理, 阿車先生 你看看你選哪一個 通婚也不適合我嗎? 為什麼?他們每個都是好好的先生 你是人庭幫你 真席 至少挺像他這樣 你來介紹他給我認識吧 他好像不太適合你 怎麼?他難不倒的 他又不煙, 又不走又不難倒的 那他有女朋友? 不是 他已經結婚了, 殺了兒子 不? 好, 那怎麼合不合我呢 你好, 阿山, Honey 早上下班了, 我來接你就… 拿錢 我先回去吧 再見 那還合不合你呢? 阿山 好來好去 各位團友, 這裡就是禮賓府了 大家知道禮賓府之前叫什麼嗎? 是不是好像什麼?這個湖蒙虎? 不是, 湖這個頭 這裡說明是領導住的 應該叫做港督虎 是 是吧? 沒錯, 在九七年之前 這裡是港督官邸和辦公室 曾經有25位港督住過這裡 回歸之後就改名叫做禮賓府 前特首董建華 經常在這裡招待不同的嘉賓 前一陣子裝修完之後 曾特首才搬進去住 是香港第一個住在禮賓府的特首 特首搬進來這裡之後 示威的市民也搬過來 來表達他們的意見 曾特首進入學這麼久 市民正懂得在這裡示威 我們有幸的日入可禮物送禮物 是… 你打算送什麼給曾特首? 這份禮物真的適合特首 眼罩和耳罩? 對, 到時候特首戴著他們 就可以當示威者舞蹈 這樣就有戒口罰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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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團友 這棟故色故鄉建築物就叫做西港城 它現在就有一個商場 不過大家知道它前身是什麼嗎? 我知道 是鄧兒館? 不是, 海車 是, 挺好的 不是… 幸好有我的好導遊 西港城前身就是舊上華街市 她的外貌保存得這麼好 真是想不到已經有一百年歷史 而且還被列為香港法定古蹟 這裡有不少商店 遲些這裡有機會可以幫人登記結婚 那些人呢? 進去購物了 如果我真的可以和女朋友在這裡結婚 美人美景真不錯 當然 上空結婚 你們能不能做到, 心情事得先 黃先生, 這個年代 還哪有人要求太太三重四德 不是… 我不是說太太, 我不是說老公 老公?怎麼做? 三重就是老公要服從、跟從 還要隨時做老婆的隨從 四德呢? 四德就是老婆罵的時候你要受德 老婆煮飯的時候你餓得 老婆出門的時候你要等德 還要你德呢? 你等… 老婆 來… 老公, 我也要霸道就咳嗽了 不要緊, 我拿去慢慢撕… 不是, 慢慢滾 老公, 我們上去買個東西了 這行得很重要, 真是要咳嗽 又有問號? 小婆婆, 你知不知道那個什麼西狗 說了這麼多年 現在又說要重頭說過 我知道, 他們九百年開始說 說了總共八年 八年都要說過 說不定當然是有勁滾 不行, 讓我明天去看 你懂得看嗎?你是專家嗎? 一看就知道有什麼勁滾 那又不是 不是, 別去吧, 這麼遠路 如果我不現在去, 讓他去建好的時候 我怕我看不見了 你比你還要 小婆婆 你好 聽說有環保組織建議政府 大力推行環保政策 遲些去買東西, 作個膠袋收錢 你覺得好嗎? 是, 這樣就好了 環保我一定支持的 支持… 那將來買東西的時候 豈不是要給他什麼膠袋錢嗎? 是呀, 難道等人是要拿 不是要拿, 那不還不, 收錢好… 家庭… 但是呢, 你平時買東西的時候 你又不斷拿人家的膠袋? 是呀 現在免費不多拿, 難道他收錢才來拿嗎? 是呀, 送給你, 送給你, 送給你 社柱真是不對 有什麼不對? 有什麼理由?人都死了十五年 每個月都是入雙殘津貼戶口 那又離譜了, 社柱怎會這樣做? 對呀, 也不合規矩 進去銀行, 怎麼拿呢? 是給他, 也燒給他 笑口不笑口才百萬富翁? 你們有沒有看報紙? 香港第一不單多百萬富翁 而且百萬富翁還不約來年輕 有什麼奇怪, 她二十多歲而已 已經成為百萬富婆, 真羨慕死人 是呀, 那你真的要教我們 怎麼才能做百萬富婆呢? 是呀… 不要提了 好像有這麼不知足 是呀, 人做百萬富婆 你做百萬富婆做得這麼不開心 鬼鬼, 炒樓炒股票 現在只複賭一百萬而已 我本來是千萬富婆 好呀 好呀… 好呀… 你怎麼會選的?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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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到來, 又說搬來灣仔很厲害 對呀, 我幫我整天早上 一個都沒用 你真是死人了 看報紙, 灣仔有最多百萬富翁 五個裡面有一個這樣說 脆到百萬富翁的地方 那些人, 孤寒都死了 哭… 哭什麼鬼呀? 是呀… 走去帶他溫馳 帶他溫馳 是呀… 走開, 一個都不能走開 怎麼說呢? 怎麼說呢? 你們都會說的 灣仔每五個人 有一個是百萬富翁 我們五個人留在這裡 說不定其中一個 會變成百萬富翁 是呀… 好呀… 安心呀… 報紙說香港有二十七萬人 是百萬富翁 有什麼這麼厲害 一百萬濕濕醉了 都不知道可以賣什麼 你們說是嗎? 就是, 我兒子上個月 才送了一輛跑車 給他亨姨做生日禮物 三百萬的 我兒子的亨姨也是, 氣死我 走過了, 又買了一層樓 給他亨姨做生日禮物 一千萬 我兒子最省錢了 送他遊艇給別人 就當作生日禮物 二千萬嘛, 應該送飛機嘛 你兒子怎麼樣? 我兒子沒有送東西給別人 我知道了, 那你兒子一定沒有拍拖 他當然有拍拖 上個月他的Honey 搶著送車、樓、遊艇 給他做生日禮物 好 學什麼話好? 學什麼話好 播出以來一直很受歡迎 不僅是我說的 很多朋友都敢說的, 是不是? 是… 所以有人說收視好, 他怒什麼怒什麼 我說好就決定怒兩手 好, 一起跟老公一起粉脈登場 學什麼話好? 海南話 海南話 多多我捧場 你老婆知道嗎? 我去哪裡嗎? 我去哪裡? 我去哪裡? 我去哪裡就好 不, 爹 講求莫蘭一腳就好 好, 你猜到的 你猜到有阿豪乒兒孩跟有欣慰 你知道我們做什麼嗎? 阿斌仔很喜歡那個模型 然後欣英看見我很可愛 就想拿出去 然後欣英跟阿斌仔說 你已經有阿好了, 你不用要那個模型 讓阿好精展幾句海南話 教大家吧, 開片 來吧, 早安, 早安, 早安 早安 早安, 早安 早安, 雖然你說交稅是人真必然會發生的事 但是交這麼多稅, 你說不怕就假了 大家跟我說一次, 早安 早安 那又不用這麼怕 怎麼回事? 我回來了, 我來這裡就好 不, 早安 先回華老爺就好 老闆, 等我了 老闆 老闆, 活之華房 老闆, 意思是闊老 財夜份財政與算 是不是夠大手筆就堅忍堅知了 不過下次減多點稅, 闊老一點 就當然是大歡喜了 大家跟我說的字, 老闆 老闆 阿浩的, 闊老吧 阿浩, 閉嘴 阿浩, 每天都會減肩 減肩, 意思是孤寒 很多人都覺得財夜份財政與算 很孤寒 不過如果不想直接說它 可以用海南話跟它說 大家跟我說一次, 減肩 減肩 下次不要了 減肩, 阿浩, 阿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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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浩, 意思是幸福 要全香港的市民幸福 要全香港的市民幸福 除了市民努力之外 除了市民努力之外 政府做到福為民開 政府做到福為民開 這就真的是我們市民的福氣了 大家跟我說一次, 賢福 賢福 我知道我是 時間又夠了 多謝大家一直支持學什麼話號 雖然很捨不得 不過我們也要說… 意思是什麼? 再見… 好玩的 藝人很多時候都會接受訪問 但是訪問完, 內容被人改了 又真的很激氣 究竟這樣做法和本來的意思相差多遠 我們試一次 原裝版 今天很開心請到Sandra姐姐 來笑口常開做訪問 Sandra姐姐, 你好 你還好 我很喜歡你這節目 笑口常開, 真是好 謝謝… 你是我的偶像, 知道嗎 我也是你 你也是我的偶像 我經常看你的表演 是 你很成功 謝謝… 其實我知道你有很多支持者 他們想知道你什麼時候開演唱會 我今年也會 因為唱片公司特地 這次飛過回來 是出了我的新唱碟 然後這個年底就會搞演唱會 到時候你捧不捧場 捧場… 謝謝你 其實開演唱會要搞桌頭 要有很多技術 對 你這次打算做什麼技術呢 這些是秘密 到時候搞… 大家都會上 Else 在天後我想唱選舞 很沒問題 但這次節奏 你姐, 你說 each one 明明就知道 哪一帶ああ 你剛剛就會給我們 請到Sandra姐姐來笑口常開做訪問 Sandra姐姐,你好 你還好,我很喜歡你這節目 笑口常開,真好 謝謝…你是我的偶像,知道嗎 我也是你,你也是我 我經常在溫哥話看你的表演 你很成功 Sandra姐姐,你別怪我,很八卦 我想問你,你是打算什麼時候結婚? 我今年也會 你忽然想著今年結婚 是不是奉紫成婚? 這些是秘密的 到時候搞不出來你就知道 你生孩子也是屬於高齡產婦 你有什麼準備功夫? 好熱,保持你這樣經常笑 開心,經常在運動 我經常想著開心的事就行了 結婚這麼幸福的事 你覺得一生人應該結多少次婚? 我喜歡一年一次就夠了 是呀 因為很吃力的,對吧? 很感謝Sandra姐姐接受我們的訪問 就算我換了一些問題 大家是不是發覺不到呢? 所以各位藝人 你們回答問題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點 不是人人都像我阿浩 這麼好,說出事實出來的 不過我知道 Sandra姐姐一定不會生氣 因為她說做人要HAPPY HAPPY 好言相告 沒可能選擇我的 人家剛剛才出道 我幾十歲人都收了那麼久了 你們贏不關我的事 我理想要做音樂 沒理由是有沒有份 其實任何藝人都有機會被狗仔隊滋擾 笑口常開建議藝人 不論男女老少 都要留意自己的言行舉止 懸防狗仔隊,減低重招機會 狗仔隊跟到你死,問你怎樣避 笑口常開已經來到最後一集 要跟大家說再見了 我阿浩真是有點捨不得 原來做演員真的可以好好玩 很開心 我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形象 跟大家見面 例如笑口同學 還有笑口婆婆 阿浩導遊也可以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學什麼話好 除了可以教大家 我自己也學了很多不同的語言 這次做笑口常開 真的要謝謝很多人 在這裡我要謝謝我老公笨仔 還要謝謝有敏參與的藝員同事 他們每個都扮得很古怪 還有,我們很多幕後同事 他們都很努力 當然最重要是觀眾你們 一直敢支持我,謝謝 最後我想祝大家天天都… 笑口常開 甚至於在這裡 我們… 我們… 這個總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